這個點是看夕陽的地方 但是可惜沒有 今天應該看不到 那個厚厚的雲城 我們是來這邊看什麼 我們來看那個 夕陽 我們來看求婚派對 你年輕時 在路上 結果結果 結果我們大家都在等 整個都是人 你看有沒有 整排都是人 這一齣真的 這不可能沒有人 我們已經等了一個小時還沒開始 它會有一個點過去 喔喔喔 哇來了來了 欸 欸煙火欸 煙火後面不是要放的嗎 沒有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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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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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哇 我們來 我們來見證的那個一對新人 花了20萬 祝福他們齁 我們從台北跑來這邊見證了 好 秋婚煙火 秋婚煙火 老闆娘的洗澡石鏡秀 靠腰 靠腰 看到沒有 給各位看 還可怕而已 你這樣給我拍 木浴爐在哪裡 這上面 在這裡 對 但是隔壁的小狗很吵 我們現在在夜營洗澡 你看我們的 這時候要講說 雙開門的好處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一般單開門沒辦法去體驗的 你看我們的 左手邊 是側邊帳 右手邊就是一個 衛浴障 然後就像這樣 拉開 他就可以在那邊洗澡 然後洗完澡就從這邊 進來 換衣服 OK嗎 你看我們水 水還微微的 溫溫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然後這個衛浴障 有一個好處 它有燈 看到沒有 它是接一個12V的燈 在這裡 所以是 燈還有黃光 欸對 它還有這裡 看喔 像這樣 這樣看得到嗎 看得到 啊這樣咧 這個比較亮 要黃光嗎 可以 黃光 好啦 它是要黃光 因為黃光才不會 蚊蚊蚊來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衛浴障 有一半是裸露在外面的 但是上面是有蓋子的 齁 齁 這個位障是 CP值很高 嗯 那我們的 它們也是跟我們的 提火上面都有這個東西 那我跟你講 跟各位講齁 洗澡這個東西齁 如果你今天是乘載式的 當然是在車內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屬於那種皮卡 或者是這種相似的 相似改裝的露營車 我建議你 各位還是把它裝在這個旁邊 因為最不佔空間 你看 洗完草之後 這個空間 你看我們這個空間 我把它開燈好了 你看 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 我們的 駕駛座後面這個空間 你看它洗完再拿衣服 這個空間你洗完之後 我們就把它收的時候 捲一捲就是 收在上面 那你如果說你要把它 坐在你的車內 你是不是浪費掉一個空間 拿來幹嘛 就是洗洗澡而已 對不對 我們的車是寸土寸青 所以建議各位 不要 浪費掉你的 陸營車的空間 OK嗎 熱熱的喔 我那個人講 我沒有很熱 是喔 好吧 OK 剛剛我拍老闆娘洗澡 那我們拍一下 我們這個裡面的 室內空間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這裡 我們打開 這邊就可以拿衣服了 看到沒有 然後 這一面 這個就是我們 車底的 水箱的蓮蓬頭 你看喔 然後 我們的開關就坐在這邊 關掉 OK 車水馬達關掉了 然後你看 這個空間這麼大 我站在正中間 看到沒有 站在正中間 有看到我的手嗎 正中間 我的手 這是 這 這個寬度是多少 100 120 大概 大概 應該有120 120 x 120 滿大的 這是我們目前用過第二個衛魚章 這個衛魚章比較大 又輕又好用 然後重點 又便宜 對 比我差了 第一袋便宜最少五千 最少五千 便宜最少五千 便宜最少五千 第一袋買一萬多塊 這才七八千塊 你看 便宜的快五千塊 而且這個還有燈 你看 它這邊還有一個燈有沒有 OK 所以 那種產品再出 就是 非常的怪 然後這個又薄 我們那個第一袋很厚 然後 它在曬乾很難曬 那這裡有一個 就是讓你放 放那個什麼 厚 對 對對對 這邊是防水的 然後這邊是 這邊是放可以乾的 然後你看 這樣子剛剛好 對不對 喔 這邊也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 不錯啦 然後這個高度是可以調的 因為它下面你看 它下面有四個 可以從這邊側邊出去 對 然後可以直接從這邊進來 嘿 也可以從這邊進來 對不對 他說你要從那邊出去 那個 當個那個 我們的原住民同胞也好 喔 好 我們現在把拍照說的樣子 給大家看 我洗完了 把他拉起來 我有拿看他衣服 那我們進來車內很方便 我們只要把這一個床 你看 對不對 拉上來 那就OK了 方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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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